亲爱的弟兄姐妹,大家好,我神经九长老,今天感到非常的快乐,今天感到非常的激动,也感到非常的荣幸,能够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神的话,圣经里面所拿来的,要跟大家分享。 因为我对这个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,是觉得比这个重宝,比这个金还要更加值得,更加有价值,所以我就当然,我们平常大家都把这个,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,我们就把这个金啊, 当做最有价值的,的确当然是如此,可是呢,我就用金来做一个比喻,说这个神的话语是比,好像是这个金的价值一样, 其实啊,其实啊,其实啊,跟大家说,这个比这个金钱啊什么都更有价值,因为这个我有这个经验,我这个读了圣经,考察了自己的经验, 啊,总结论啊,总结论就的确是如此,因为啊,这个啊,这个啊,这个圣经里面是真理啊,实际上,真理啊,比这个金钱还要重要啊,对我本身来说, 好,今天就请大家来看看,好,今天新跟着财宝,新跟着财宝,当然这个,这个重点啊,这个重点是那个分享重宝,分享重宝,这个是大题目, 那小题目,每一次就有小题目就说,新跟着财宝,这个什么意思呢,请大家跟我来看一下,好,马太福音,第六章,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,马太福音是当然,是圣经里面的一本,那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, 就请你们打开到马太福音第六章,第十九到二十一节,我非常的鼓励大家,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,我希望你去找圣经来看看,那这个啊,这边读了就说,不要为自己,啊, 你的心也在哪里,你的心也在哪里,这非常的有意思,那这边有提到说,啊,这个,你这个财宝啊,有财宝放在,啊,这个地上和放在这个,啊,这个什么,这个,啊,这个,啊, 你的心也会有一好份,啊,这个,啊,这个,这边呢,就是因为有财宝,啊,这个,啊,这边呢? 不管你放你的财宝在哪里, 那个股票也会, 生涨也会跌下来, 所以高低不一样, 也都是很危险, 那不管你存在什么地方, 都有机会要失去你的财宝, 是这样,意思是这样, 那失去你财宝的因素都很多, 很多,有很多的因素把你的财宝都损坏了, 很多事情,很多灾害发生了, 我们都没有办法事先知道的, 有时候天债地货来把我们的财富损失了, 不管种种的, 就算你死去了, 那你的财宝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, 对不对,那么当然我有你们当中, 如果相信上帝, 相信主这个创造主万物, 那就好, 可是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创造主的话, 那就这些都对你是没有意义的, 因为没有上帝的一般人都是看事情都是很短的, 就说,这个好像你这个短视, 你看的事情, 你所想的, 你的想象只是在这个世界上, 这个在世界上,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暂时的,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我们的势力看得远, 看这个比世界还要远, 就是看到天国,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天国的话, 那我们就想要知道说, 要怎么样把我们的财宝存在这个天国那边去, 对不对, 那是这样, 如果你的这个的势力只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话, 那当然这个你就希望把你的财宝存在这个地上, 可是这边说这个地上损失的机会是很多, 那你放在这个天国的财宝, 就是说存在天国的财宝是什么意思呢? 是很有意思的,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, 我们来分别说存在地上的人一般来说是知识心的, 那你存的财宝是为了自己, 可是存在天国呢, 你要报着, 报着就说报着就说把这个财宝存给上帝, 为了上帝, 为了创造主, 为了别人的好的欲处, 就是说心你就不是有知识心, 是想要帮助别人, 要帮助穷困的, 要帮助这个财宝, 要建立这个学校, 建立这个医院, 建立种种社会的欲处, 那这样是为了上帝, 为了别人的着想, 这样的话, 你就不会心里面就不会盼望, 盼望说你能够得到的这个奖励, 得到利益, 因为你把你的心, 把这个财宝放在这个天国, 就是说献给上帝的话, 你就让上帝来处理, 让这样的话, 你就不会有那种知识心, 你就想到上帝, 你的心是想到上帝, 所以这两方面是不一样的, 你把这个财宝放在天国的话, 你就得到很平安的心, 你就觉得你做了一件好事, 你做一件善事, 行善的这个事, 所以这个要有经验, 才能够体会到这个意义, 我长久了有这个经验, 体会到了如果我们想到要帮助别人, 我们的心是为别人着想的话, 我们比那个知识心所着想的还要快乐, 还要有希望, 还要有意义, 生活、生命是比更有意义, 所以今天这个中宝, 这个神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, 要跟大家分享,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, 这边还有说, 说如果你的心, 你的财宝放在这个地上的话, 那你的心也想, 所想的都是这个地上的活动, 都是这个地上的欲数,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财宝放在天国的话, 那你的心也就一直都想到天国, 那想到将来的上帝会赐给的永生, 是这样, 所以这个神的话语, 这个能够有效用, 或者没有效用的话, 就是要看你们的心是在这个地上, 还是在天国, 这样的区别, 我们当然希望, 这个上帝的旨意是希望说, 大家每一个他的子女能够了解, 也能够接受他这个教训, 他这个话语, 当然好像是很难做到的, 因为有很多朋友都不相信上帝, 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些远世的这个利益, 所以是这样, 不管怎样, 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神的话语, 来跟大家分享, 当然希望大家能够了解, 每一个神的子女都会了解, 这个神的话语也会遵照神的话语去施行, 这样的话, 我的这个跟大家分享就算是成功, 算是达到了我的目标,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神的话, 就到此将来再跟大家见面, 跟大家分享, 在我们要结束这个节目,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, 主耶稣基督, 今天非常的感谢你, 感谢你这个神的话语, 到我们这边来, 神给我们提醒了, 提醒就说, 把我们的财宝, 不要为了自己的自私心储藏起来, 要为大众着想, 因为这是神的意愿, 神要我们彼此互相帮助, 我们帮助别人的话, 就等于帮助神,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财宝, 就说, 把它送到建立医院, 学校, 社会里面种种的益处, 这样的话, 就等于把我们的财宝存到天国, 我们做是为了上帝, 不是为了自己, 非常的感谢你, 这个经文, 我这样的祷告, 奉主基督的名, 阿们。